過來看看黃金海灣的視訊 由旭約國際發展 第一期叫二藍 提供692貨 回所再分兩期共用 回所都幾大 升降機房屋 幾金碧輝煌 每一載有三部升降機 扣了四個二十六樓 這個屋苑最漂亮的景點 青山灣的海景 漂亮 黃金海岸的酒店 這邊 新宇啦 一間就大約一億二左右 那邊就屯門南部 447車 入門就有個懸光位 旁邊就放了一個鞋櫃 可以放幾雙鞋 上面可以放雜物 上面就是電箱位 走前一點就有一個長型的TAC 夠了虎樓 露台比我想像中大的 轉過來就看客飯TAC 樓底就3.15米 上面就有些儲藏櫃 廚房就是開放式的 L型的 最主要用白色的顏色面 看上去都很精神 明火 下面的拉櫃或櫃面都做得很好 收納量都足夠 浴室就很齊 空間都OK 位置挺好 而且有些壁 都很方便 睡房分開兩邊 很方正 配有落地玻璃窗 有足夠的材料 這邊就是主入房 預留了一個衣櫃位 這隻兩房400多尺 所以飞機即兩間房 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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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家3房套 653尺 進來就有個玄關 挺漂亮 可以擺鞋 方便的 所有東西 轉過來 一個長型的TAC 挺闊的 樓底都可以 比3.15米 還有它是用湯湖 露台也很大 這裡是遠離市區 需要多點空間和望出應該是海景 一個問題是你喜歡三合一露台 就是正常的露台 那就不會有散熱器在你旁邊 看廳的深度和闊度都可以 我覺得很容易的 廚房 一個L型的櫃桌 還有一些層櫃 接近U型 設計不錯 可以放上一塊板 多了一個廚櫃空間 一個大窗 一個大的升盤 伸縮的水龍頭 有明火爐 然後它的層架拉櫃也不錯 OK的用料挺好的 它用的材質都是白色 明亮色 應該都可以人喜歡的 這邊就是睡房區 轉過來就兩間睡房 大同小異 只不過這面窗會比較大 三磅的浴室是值得贊的 它有窗的 配置上也是一樣 用淋浴 我自己就挺喜歡的 一進來 給人的感受就是高慢 它的窗不是很小 真的很大 接近大概1米2 所以它拿的景觀彩光都比較好一點 主人浴室是用浸浴的 整體都OK 而且它也是有窗 非常好 316呎的一房 入門 就有一條很長的懸光位 這邊就是鞋櫃 懸光位為什麼這麼長呢 就有一個浴室 極其理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窗 客飯廳的空間 方正的 但是略小 廚房就挺好的 它用明火的 收納量也夠多 唯一一樣東西就真的太小 最主要的走廊佔了空間 露台就外出的人就很喜歡 近清新公路段就多了一個屏風 主人房也挺好的 還有它把隔音瓶放上窗台位 這個也是好的設計 我們看看它裝修了是怎樣的 一進來也有一條走廊 這裡就放了一些鞋櫃 沒有移動 不過多了一些裝飾 它用掛勾形式去修飾 還有放一些畫 用窄身的櫃 OK的 浴室就很奢華 簡單看一看就算了 那這個廳呢 有一個設計我多喜歡 就是這個 這個設計值得抄 就是想做事的時候 就拉出來 不想做事的時候就放回去 這個露台最帥仔 它的空間真的很大 放完一張蛋充電器 再放一張床 再放一個小的衣櫃 也是類似這樣放的 廚房配置就沒什麼問題 放小型家電的空間也太少 整體來說 都是這個走廊的篩錢